那些年我们的歌公益演唱会 昨天下午在南投的文化局演艺厅温馨登场 这一次的公益演唱会在全台湾一共会举办十场 在南投是第三场 怀旧老歌吸引了不少婆婆妈妈们来参加 大家在怀旧的歌声当中 祝贺天下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有所热情的歌声中 演唱会正式开始 为了让现场的妈妈们感受佳节气氛 歌手小辣椒特别下台和民众同乐 慌望忠实媒体集团蔡衍明爱心基金会 有鉴于台湾逐渐迈向高龄化社会 政府致力于推动安养 长照等社会处理措施 朝向老友所忠的方向迈进 秉持社会责任 以爱台湾的具体行动 巡回每一个县市 邀请退休军公教 农民 农眷 低收入户 以及新著名配偶等弱势民众 共同感受歌曲的温馨 特别到夏祥 到各个地方来做演唱会 慰问全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演唱会温馨有情 曲曲经典 声声动人 借由歌声 抚慰南投地区 年长朋友的筹绪心灵 更以熟悉的歌曲 舞曲 找回贝贝阿姨们的往日情怀 记者陈家贵 南投报道